大惡貫穿士兵頭部 当场陷入昏迷 抢救之后不治身亡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 是认为还是意外 军方将要彻查 传出疑似操作不慎 枪托撞击地面 没想要枪支因此击发 子弹从许星上兵下额 贯穿脸部当场昏迷 送医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那也会调出监视的录影带 来确认一下他造势的原因 医院急诊室 捐方调查小组进入 试图厘清真相 提勾腰战斗步枪 民国91年研发生产 国军至少配置了12万把 此外还有不少衍生型出现 还外销至印度中东等地 国军主要的制式步枪 却在训练时发生重大意外 到底是人为还是机械问题 引发忧心 今天有国军向我反映 每一次打把的时候 他都很害怕 调查的时候请不要只推给士兵 说他不清楚流程自己疏失 我认为所有训练都要按照 程序步骤要力 一个家庭只会有一个孩子 平均不到一个孩子 有严格的跋场距离 为什么不要求 跋场的指挥官在哪里 那跋场的副指挥官在什么地方 打把训练怎么会出人命 到底哪个环节出人问题 军方将调阅监视器全面彻查 要给家属一个交代 记得王军演 陈志报 台中报导